本期話題要帶您關心到的是 川普勝選之後 台股第一個交易日 有別於美股上演記住行情 台股開盤先是走跌 一度下跌近百點 隨後翻紅上漲 而受到保護費率影響的台積電 早盤一度下跌了10元 來到1050元 緊接著歷勢上漲 而力挺川普勝選的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相關概念股走強 分析師就指出了 隨著進入川普2.0時代 接下來的重點 將在於台積電 或是其他產業 是否會被加稅或是取消補貼 川普二度入主白宮 美股週三上演慶祝行情 但對比之下 台股7號開盤 先是走跌 隨後吉拉 油黑翻紅上漲 持續穩住23000點關卡 但受到川普保護費率 受到影響的台積電ADR 反跌1.3% 台股一開盤也少跌 持續在平盤附近震盪 而力挺川普勝選的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成為大贏家 穩居全球首富 相關概念股紛紛走強 不少AI概念股也持續強攻 台股是以所謂的小黑盤 然後瞬間再往上拉 目前台股當中 我們的漲勢是比較偏弱一點點 大家目前都在擔心台積電的一個狀況 被川普點名的台積電 備受關注一直也推延在川普2.0時代 台積電可能發展的四種情境 如果加稅並且取消補貼 對台積電最不利 如果是加稅有條件維持補貼 像是要求擴大投資美國 先進製程加速落地機率最高 而不加稅取消補貼推測機率低 最後則是維持現狀 也就是補貼不便也不加稅 對台積電最有利 美國對於台積電加關稅的機率 會非常非常低 你今天懲罰了台積電 就去懲罰到美國這些最重要的公司 不管是臉書也好 不管是蘋果也好 川普會高高舉起 輕輕的一個方向 他可能會針對中國 或者是其他農產品國家 做所謂的關稅的一個動作 又不少法人分析 因為台積電無可取代 即便面臨關稅壓力 對台積電影響不大 依舊樂觀看待台積後事 記者為提前說明 台北報導